那么大家好,之前的课程呢,我们已经使用了ReduxThunk这个Redux的中间件 它可以帮助我们在Actions里面去写这种函数 那么到底什么是Redux的中间件呢? 在有了上节课的一个ReduxThunk的使用基础之后呢 我们可以给大家讲Redux中间件的一个原理了 我们说中间件,那它指的肯定是谁和谁的中间 那么Redux的中间件指的是谁和谁之间呢? 我们看这张图 我们来看啊,View在Redux之中,它会派发一个Action Action通过Store的Dispatch方法会派发给Store Store接收到Action,连同之前的State 一起传给Reducer Reducer返回一个新的数据给Store Store呢,去改变自己的State 这是Redux的一个标准流程 那么我们去说Redux的中间件 在这个流程里面指的是谁和谁之间 其实大家一定要记住 Redux中间件的这个中间指的是Action和Store之间 大家来看啊,Action和Store 好,之前我们说,在Redux之中Action只能是一个对象 所以Action呢,是一个对象直接派发给了Store 但是现在,当我们使用了ReduxSunk之后 Action可以是函数了 为什么可以是函数呢? 我们来看这张图 Action通过Dispatch方法被传递给Store 那么Action和Store之间是谁 是不是就是Dispatch这个方法 实际上我们说的中间件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对Dispatch方法的一个封装 或者说对Dispatch方法的一个升级 最原始的Dispatch方法 它接收到一个对象之后 会把这个对象传递给Store 好,这就是没有中间件的一个情况 当我们对Dispatch方法做了一个升级之后 比如说我们使用了ReduxSunk这个中间件 对Dispatch方法做了一个升级 这个时候,当你对用Dispatch方法 给Dispatch方法传递的参数是一个对象的话 那么这个Dispatch方法 就会把这个对象直接传给Store 跟之前我们写一个对象 掉用Dispatch传给Store 没有任何的区别 但是这个时候 假设你传给这个Dispatch方法 是一个函数的话 这个时候Dispatch方法呢 已经升级了 它知道如果你传递果然是一个函数的话 它就不会把这个函数直接传递给Store 它会怎么办呢 它会让你这个函数先执行 然后呢执行完了之后 需要掉用Store的时候 你这个函数再去掉用Store 所以Dispatch方法做了一个事情 它呢会根据参数的不同 执行不同的事情 如果你参数是对象 那我直接传给Store 如果你参数是函数 那我就在这儿把这个函数执行结束 所以呢 讲到这儿大家一定要知道 实际上我们讲的 Redux中间价 它的原理是非常简单的 它就是对Store的Dispatch方法 做一个升级 之前这个Dispatch方法 只能接受一个对象 现在升级之后呢 你就可以接受对象 也可以接受一个函数了 当然这里我们用什么 对它进行了一个升级呢 我们用ReduxSunk这个中间价 对它进行了升级 当然我们说中间价 不仅有ReduxSunk这一个 实际上Redux的中间价有非常多 比如说我们说的Redux Logger 可以记录这个Action 每一次派发的这样的日志 那它怎么记录呢 其实也很简单 你每一次调用Action的时候 都会通过Dispatch方法 把这个Action传递给Store 那么我可以对Dispatch 做一个升级 Dispatch呢 不仅仅把Action传给Store 而且在每次传递之前呢 我还通过Console Log 把这个Action打印出来 这样的话 我们就写了一个 Redux的这个Logger的中间价 它可以呢 在我们派发每一个Action的时候 把这个Action打印在 我们的控制台里面 最近呢 用的比较火的Redux的中间价 除了有ReduxSank和ReduxLogger 这样的东西之外呢 还有一个中间价 叫做ReduxSaga 它的用范围也非常的广 ReduxSaga也是解决 React之中 异步问题的一个中间价 不同于ReduxSank ReduxSank采用的方式 是把异步操作 放到Action里面去操作 而ReduxSaga采用的设计思想是 单独的把异步的逻辑 拆分出来 放到另一个文件里进行管理 那ReduxSaga这个中间价 应该如何使用呢 我们下节课将给大家进行讲解 基本上 如果大家掌握了ReduxSank和ReduxSaga 这两种设计思路之后呢 你再去做React里面的一些 异步逻辑或者说复杂的逻辑 如何去拆分就比较明白了 当然呢 在这部分课程里呢 只要要求大家 把ReduxSank和ReduxSaga的流程 搞清楚 那么在实战课程里呢 我们会结合实战 继续的给大家 把这一块的内容应用到实际的生产环境之中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大家加油 谢谢大家 contextual 感谢观看